每次轎車路過時 突然傳出蹦的一聲 下一秒停在路邊停車格的 白色小貨車立馬遭殃 薄圓路面上還可以看見玻璃碎片 全都灑落一地 這間小貨車左側車窗 全都碎成蜘蛛網撞上頭 還可以看到明顯的彈孔痕跡 疑似遭人開槍射擊 遭到搶擊的小貨車 從五號晚間就停在高雄三明區 同謀二路上的路邊停車格內 一直到十二號晚上六點半左右 駕駛前往牽車時才發現 疑似被開槍嚇得趕緊報警求助 經現場採證該左側玻璃 有意零點五公分破口 且在現場發現一顆零點五公分 鋼珠彈與彈孔相符 經研判因為該BB彈所造成 警方立即調閱周邊監視器 針對可疑人車展開追氣 在四個小時後火速將嫌犯逮捕到案 警方調查後發現 開槍的嫌犯是一名十七歲的少年 疑似因為把玩玩具槍 朝路邊小貨車射擊 造成車窗毀損 警方已經把人帶回調查 將會移送少年法庭申禮 隨意試槍惡作劇的下場 就要承擔起相關責任 近新聞黃雲廷 謝江麟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非官方的評論 不中早前 請進 暴力 雷